又到了话题讨论的时间了 今天我在微信群里发起的话题讨论是 在没有空调的夏天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很简单呀 热的时候就打开冰箱把头伸进去 这会影响肢力发育吧 我们老师常说心静自然凉 一边说一边冒汗 老师嘴上说着心静自然凉 身体却控制不住的出汗对吗 我不知道呀 应该夏天没吹空调的人都活不到现在了吧 别瞎说 原来上大学那会儿苏珊没有空调 我们四个汉子直接搬到了澡堂里睡觉 感觉热了就马上冲个凉 想不到啊 想不到还有这种操作吧 想不到你还上过大学 没有空调不要紧 打开钱包看一眼心就凉了 拔两拔两的 没空调不要紧我可以去蹭空调 天天蹲小麦不理又不买东西 好意思吗你 没有空调的时候我都是靠强大的意志力熬过来的 热了我就告诉自己 我是机器人 机器人不怕热 可怜的孩子看样子是热傻了 以前寝室没有空调 到了夏天晚上的时候太热了 我们就轮流讲恐怖故事给彼此听 降温效果不错 就是听完睡不着觉了 这是何苦呢 热到受不了就去和女神表白 被拒绝了心就凉了 没被拒绝 热就热吧 你